鍾樹根穩收回幼園生意用詞,名部專訊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鍾樹根日前於立法會免費幼稚園教育公聽會上指出 經營好幼稚園,但學團體便有錢賺,確實是幾好嘅生意 引發與會有教團體及工作者離場抗議有幼斯近日在網上發起聯署譴責中的言論無知無慢 令幼斯受冒犯,作為人師,我們有未能捍衛使命、價值和尊嚴,如何保護我們的孩子 鍾樹根之前回應傳媒時曾見他修回言論,但作發聲明指若有幼教家人士對有關用語感不快 他尊重其感受,願意鄭仲修回有關生意用詞他指生意是從幼園投資者、刑辦者角度出發 非只有緣工作者是做生意,目的是希望反映本港一聲有緣營運實況 絕無點低幼兒教育之意 由斯網上聯署譴責一群不滿離場的幼教同工網上發起聯署 聲明以幼教為生意,相盡同工心為題 譴責中的幼教生意論對幼教戒險尊重和侮辱 中議員看待完善教育的置業等同生意,以公理和業績選益的眼光示之 見識疲漏、淺薄、更欲抹業界的努力聲明幼子本港言約有950間幼園 七成屬非貿易機構,不小事自負形規奸苦撐持,批評中議編概全 歪曲事實聯署明天直指,將交與中樹根及研究落實 免費幼稚園教育小組委員會主席李慧琼以表達不滿。